檜樹、檜樹、檜樹、檜樹 檜樹他們超喜歡的 他們要選大的運回去日本蓋神社 那個檜樹 那個時候 世界各地蟑螂油需求量非常大 他們就想說 這個是一大裁員 要開放給商人上來採蟑樹 炸蟑螂油 在他們開放給商人上來的時候 當然就要一直開路 開這個路因為要穩那個跌去 所以開路在低海拔的地方 就開三尺寬 越來越高的海拔就開兩尺寬 在他們到這個地方後來要推機器 又推搭鋼炮的時候 這個寒陀 很坦 撒一坦 後就又在三坡、反坡開了第二股道 就像你們昨天進來的地方這樣 也是都反坡這樣開上來 這是後來才沿著股道拓寬的 他們開這個第二股道 來到後來拓寬的時候 在民國57年的時候 我們各位不曉得 我們還記得那個蔣軍國時代有一個對台灣的時大建設 時大建設 又再加了一個將這個觀山越嶺幾輩道 把它拓寬成車子可以開的站輩道 就在57年這樣拓寬到61年 因為它拓寬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這座橋全長有140公尺 車子很長 車子如果要開要支撐力一定要做橋柱 可是這個橋面到橋底將近80米 70多米 算是25老館 一定要做橋柱 做橋柱很難做 所以這段要放棄 那個第二股道還看得到 才多開了 等一下我們要走 要走這一段 我們等一下 我帶你們的不是走這邊 我們沿著公路邊走 好 我們稍微移動腳步來看這個圖 我們等一下要走的路線 開了這個第二股道管局 好 我們再看到一個 連著當著一個流浴 騎enge溫泉從山壁流下來 那個溫泉從山壁流出來 溫度低沒有聲音 溫度高從石棍冒出來 會有噗噗噗噗噗噗噗的聲音 它除了從地底的泥巴花出來 會噗噗噗噗 山壁也噗噗噗噗噗噗 所以我們這邊的原住民都把那個這邊的地名用聲音來取名 Blulu Blu 你要看它叫Blulu Blu 是建章所,建章所是警備森林的地方 好,我聽這邊的祈禱們 真的我含這人喝很多白乾聽一些離離落的故事 你聽聽看 這個很多樹的地方,比較綠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沿著這邊走會看到這邊 比較平坦的地方 當他說他從這個第二古道 他們走走到這裡 他們說那個比較平坦的地方 溫泉冒出來,會形成一個溫泉沼澤 那他們早晨或傍晚 他們這邊的婦女結婚以後 想要生孩子,想要生男生 就知道說要多去這裡泡溫泉就會生男生 還有他說他們燙傷啦 生狼肉受傷啦 不好,他們的阿公、阿嬤都會把他們挨挨挨挨 在山邊找找溫泉冒出來 石灰法,用竹片去刮刮那個白白石灰法 來擦他們的傷口就會好 那在他們經常來這個溫泉沼澤的地方 剛好早或是阿嬤的時候 因為溫泉跟燒起來煙霧瀰漫 剛開始去的時候就會看到 有那個水露在那邊喝水 霧中有看到水露 叫霧露 霧露兩個名字的由來 就是經常有溫泉冒出來聲音 霧露霧露 霧露露 霧中會看到露 可是現在路都沒有了 現在要用尿尿跟聲音來 要撞一下那種的要去接冥福 這裡已經沒有了 現在這個 這個沿著這個第二股道開 這樣我們等一下 會走這個公路 民國61年以後才開通的 我們要走1.5公里 一公里半 來回三公里走到這裡 這個六口溫泉也不是原來就漲六口 我們沿途要看這兩座山 這間形成峽谷的霉 還要看我們這裡的布農族 現代版的 不是以前 我們可以想像以前在高山上 跟日本人對抗 為什麼會對抗了二、三十年 你等一下看了 四個年輕人可以從這個陡峭的山壁 很高滑 不溜溜 就在這個比較沒有草的地方 他溫泉從山壁冒出來 他們可以爬上去把溫泉 溫泉管 他一根一根的鐵管接 總是上面要鋼索掉的 才不會斷 溫泉管跟那個鋼索這樣 還要把它帶上去這個陡峭的山壁 還要沒有平坦的施工著力點 他還有辦法把那麼重的管 附著在山壁 固定著讓溫泉 遠遠不斷流過來這邊的民宿 你可以了解 實在 以前的抗爭二、三十年 不是日本的檢察飯堂 實在是這個原住民太強太用太命 而且 日本人當然有的是用暴政 有的用斧翻 有的要安撫他們 不要說用強烈的武器 我有看了一本那個 玉山國家公園他們出版的那個 最後拉比勇 其實那個拉比勇 拉比勇是他們的首領 在講拉荷阿蕾 其實我看他整本小說話 楊南俊寫的那個 他那個不是說最後拉比勇是拉荷阿蕾 而是他的媳婦那個法律師 那個是另外一個小說的故事 所以我看了以後才發覺 他們真的是以前日本人抗爭 對跟布農族跟日本人抗爭 真的是很強很猛 日本警察有的是用很卑鄙的手段 有的是用懷柔手段 這個充滿了 在看了這些我就會想像 那裡面寫得充滿以前的那些故事 好 那我們來到這裡 他六口溫泉是這邊路面有冒溫泉出來 就也是噗嚕噗嚕噗嚕的冒出來 以前是這邊那個水池裡面都有那個泥拔 後來現在縱管處都把它清得很乾淨 而且把它空 每天還有一個外包人來清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看到 而且他家的那個鐵管 我們已經聽不到那個噗嚕噗嚕噗嚕的聲音了 然後他那時候那個溫泉水就流到溪谷 這邊的附近的居民 因為開了路以後才知道這邊有溫泉 不必來到這裡也不必下到溪谷 以前都要下到溪谷 這麼深的溪谷裡面很不好下去 所以剛好在路邊他就把它挖了一個土水槽 讓這個溫泉儲存在這裡想要來洗比較方便 可是他溫度非常的高 95 我曾經拿那個溫度計有時候93有時候95 甚至最高到97度 這個溫泉很特別 他如果下雨雨季的時候 他那個水就比較大 你以為說下雨雨水比較大會溫度比較低 事實又相反 水越大他溫度又越高 那我們今天看到對面的黃金溫泉瀑布中爐石會很深的金黃色 如果雨季下雨的時候他會比較淡色 因為現在水少 那個空氣一直氧化鈣化越來越深 他不是硫磺 他是那個攀酸氫納的那個石灰化那個氧化鈣化的結果 他後來就把這個太燙他就把它想辦法把它砌成六口 每一口滿了就會從這個流出個小洞 讓它慢慢流洩過來 那這溫度最高 這邊就比較低了 這邊93度 這邊就差不多五六十度 來到這裡差不多三四十度 這邊就可以泡腳 這邊我們等一下可以去滷豬腳 這邊滷萬軟豬腳 這兩口是滷德國豬腳 這個地方可以滷蛋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那邊溫泉豬腳滷蛋 我滷蛋給你們吃 你們去這邊泡腳 也可以看那邊的風光 那我們現在要出發 我要請各位走這個路的時候 盡量靠著護欄 靠一邊另外一邊讓給車子 可是現在可能工程車比較少了 差不多八點的時候工程車會很多 那麼空車 現在牙口那邊都在整修 我用注音符號 你用注音器輸入 牙找不到都是牙巴的牙 對要用戶口 戶口的工程在修 所以我們現在盡量靠一邊走 因為附近的居民 不管摩托車或開車 他們也習慣了這個路沒有什麼人 很少人 所以他們啾啾啾開得很快 我們盡量靠邊 外出不要讓牙嚇到 我們也不要嚇到 牙也不要嚇到 我們閃邊比較不容易 回來的時候也是靠護欄 所以我們去是靠右邊 回來是靠左邊 那我們要出發 我那邊有三桶蛋 我們是要煮蛋的時候 我是用那個水壺 那裡面我有給它分切袋子 我想說不要讓大家分配刮 好不好 我們輪流來刮那兩個 不可以拉開 拉開 在那裡就要吃 在那裡就要吃 我們剪刀炭更高就吃 只要一比 應該得到 好 我那裡 你給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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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人 很安心 因為我太安心 在那裡就要吃 你給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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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它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